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我们来看一下夏季过了一半的黄金石壶 之前有剖那个在花市拍到很大颗的黄金石壶 它的小颗就长这样子 那这种黄金石壶呢 其实是原产在也是东南亚的地方 我记得从印尼缅甸那边好像都有 主要我们台湾应该进来都是泰国的 那这种黄金石壶非常的好重 非常好种植 那它的根系就是这样粗粗的 那它的好处是它不怕太阳 所以你再强的光线都还好 所以它你非常适合种植它 那如果你喜欢上板的话 我像我这个都在板子上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板子 全部都是黄金石壶 总共有四颗左右 那它呢主要如果你有好的环境的话 它明年就会开花 每年的开花季大概在五月多左右 那基本上都会来花 不太会有问题 除非你的光线不够 它需要强光 那在强光中下 如果你给它足够的水分的时候 它可以长这样白白胖胖壮壮的 那所以呢主要主要要看你的环境 这种石壶类如果你没有足够光线的环境下吃 种起来会有点吃力 因为它的开花性会变糟 它开花性一定会变糟 那这个是已经上板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 你看这个是一种肥料 这个叫做浮宝棒 那这个浮宝棒呢 其实它比较贵 那它的效果 大部分的人家说它的效果都不错的 但是事实上我没有测试过 因为下一次我还是要找时间来测试 就是不同的肥料对不同的兰花做一个科学上的测试 它到底效果是怎么样 因为我实在搞不清楚这几种自肥它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 那浮宝棒是一直听说说不错 但是它的不错的点到底在哪里 我实在搞不清楚 那它经过60天以后它就会变这样子硬硬的 这个就已经没有用了 那这个叫浮宝棒 那大概大部分一盒一箱 大概一支大概一块钱多附近左右 台币大概一块钱多左右 那这个非常大科 这个已经到了明年应该可以大开的程度 这个已经上版一年多了 这一盘不是我的 这一盘是我朋友的 他来这边算是问我说这怎么办 叶子黄黄的这怎么办 我看起来有可能是红蜘蛛 所以我帮它喷了一些药 看起来目前已经止住了 看起来啦 所以应该是红蜘蛛没有错了 我帮它喷了一些药让它止住状况 那现在新叶子就没有问题 新叶子就来绿色的叶子 像这个就是新叶子 新叶子很漂亮 它的新叶子很漂亮 那这时候新叶子还是软的 那过一阵子以后它就会木质化 它就会硬就变成价值 那它很有趣喔 它在刚开始的时候会 它的这个会 会蓬蓬的就是水分会足够 那过一阵子以后呢 它等它木质化以后 它就会熟起来 它就会变成说这个病有菱角的状态 这还蛮有趣的 它就是 但是如果你在水分很充足很充足的状态下 它还是会呈现有点饱满的状态 所以你还是要看个体 我觉得是看那个 看它的个体 它本来好像本来就这样子 那它会越重生越大 会从旁边走新金出来 像这个是走一路 我们叫走一路 一路就是它从这边有芽点 它会从这边长新的芽点出来 这是一路 那这个看起来已经好几路了 所以它的一年的成长 会有四五个花芽或芽点左右 所以要看你的路像这个都走 这个大概走一路左右 一路像这个就是新芽 所以它在旁边里面上 还会再长新的芽出来 所以这个一路一路走 那因为它是球状的船身型的兰花 所以它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 然后越来越挤越挤 这时候你还是要注意一下里面的那个 如果你要喷杀菌器的时候 要注意喷里面 有时候里面没喷到的时候 很容易从中心烂出来 所以这个要比较注意一点点 那还有另外一种小的叫 它的氢气就是小的 有这种有交配种 大的交小的 然后小的叫做前臂石壶 这种叫黄金石壶 那黄金石壶它很大颗 那它有一种前臂石壶是小的 就小小的 那以后你用这两种去杂交 前臂石壶黄金 它就变成中型了 那开花期也是借于两个中间 前臂石壶的开花期比较早一点点 然后黄金石壶的开花期比较晚一点点 所以它会借在两个中间 这是蛮有趣的 所以它开花期会借在两个中间 那大小也是借在两个中间 而且还看得出来 还蛮明显的 那我今天所介绍的就是黄金石壶上版 大概一年左右的状况 那等明年它开花 其实我手上有几颗 黄金石壶没有养很多 因为它实在太大颗了 有点占空间 好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